好师傅的朋友们,阿老师,李老师,你们好,我是苏田亮。 经过两次的好师傅大师班,我觉得特别的享受,跟好师傅的学员们弹钢琴,讨论音乐。 我经常不觉得音乐是一门universal language,国际的语言。 就等于我们不一定能理解印度的音乐或者日本的音乐。 同时,我们也不一定很容易的能进入西方的古典音乐。 要进入一门文化是需要时间,在技巧上,它的文化背景或者历史背后,寻找它里面的意思。 在这个逻辑的另外一边,我也不觉得音乐是只属于专业的人士。 有一些人,有一部分的人,选择了音乐成为他们的职业,像我一样。 但是音乐不是只属于专业的人。 音乐是属于我们所有的人类,是一种人们的文化。 你只需要花时间练习,听音乐。 花时间可能去读一些关于音乐的资料,了解它的背景,一些的历史。 你会在里面寻找的好多的内容,文化。 会在你的人生,会在你的生活里面做出一点的改变。 我非常期待,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好师傅的活动,我能参与上,因为我很享受跟一群爱音乐的人一起享受音缘。 接下来,我用好师傅,谈一点点你们很喜欢的一个作品,是《贝多芬》的《爱丽丝》。 爱丽丝,我谈在《好师傅》的谱子里面呢,有的其中一段。 This is page 9,第9页。 希望你们喜欢。 圈来开玩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